大家好我是小雷 前两天朋友不是下大鱼了吗 然后很多车辆都被淹了 想好我停的地方比较高 但是差那么一丢丢 我的车也被淹了 现在安朋友的车 就是被水淹了 但是发动机没有事 就是他车里边那是底盘已经紧水了 然后现在正在修理厂 让人家给佐一下美容 再去砍一下 现在正在出发 离得有点远 因为那边比较便宜 所以选到了那边 现在已经到了 看到没有 这路边的车 这些车全部都是那个 被吸引过的 看一下这些车都是 咱就看一下我朋友那辆车去 咱买不应该 他能了算 我这个水有多高啊 你这个相当于是第一网上翻了水 但是我喝出来点 喝点点那又没点醉 他没到这线路 都是线路锅这儿吧 都是线路锅这儿 我队里擦了咱们这儿 这线路锅这儿它没眼珠味 那这都没事 那这水还没到这儿的 这个是装装装装 这个都 给你手扬装这儿 没事呗 没事吧 行程后面我做的 这个车不要紧老板说就是 淹的不算狠 因为就是把里面的水都给擦干净了 然后也不算泡水车 轻微泡水都不算 这个车还不要紧 再给你们看一另一辆车 这我朋友的车 这辆车也是我朋友的 这辆车就完了 人家说都淹到了这里 得两个钱花 但是这个车开了年也多了 应该也不怎么心疼了 低下椰式 看了一下 但是老板说现在还不能开走 因为就是需要再晒两天 把这些座子全部拆下来以后 然后晒两天就好了 现在我们就准备回去了 这些车看了没有 全部都是车 到处都是 我们现在就准备回去了 老板说这个车没问题 然后让他们美容一下 花了300块钱 我感觉挺值得 因为毕竟是车没有问题 这样我们心里还 这样我们心里还舒服一点 车没问题那就好 真的是心疼毁了 心疼坏了